中文人員一邊幫流星女子 試做CPR 一邊抬起單架 送上救護車 傷勢實在太重 47歲的流星女子 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送醫不治 可能真的要再客人回家吧 客人要回家 對 客人要回家 同事趕來協助 一臉筋骨未定 根據了解流星女子 在台中金錢爆酒店工作 凌晨搭計程車準備回家 卻意外被一輛傳紅燈的 黑色轎車撞上 計程車直接翻覆 他喊駕駛當場受捆車內 了解證明死者的身分 他目前是在金錢爆的公司那邊上班 在決定工作 下班达計程車卻意外碰上死接 其實台中金錢爆酒店 在2017年11月 也曾發生嚴信女服務生 吸毒又酒駕 撞死成性烘焙房業者 死者家屬通車心扉 收嚴信酒女二省遭重判 九年六個月 金錢爆酒女撞死人 付出響應代價還給家屬公道 但這次員工下班 沒開車搭計程車也遭貨 真的是意外不斷 記得台中綜合報導